我们的能力 自我品牌 公司的品牌呢 我们是以自我品牌为中心的 就是我们希望能用台湾的企业 作出台湾的品牌 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诚信 我们希望做每件事情 都能一步一步到位 确保我们说的跟做的是一样的 带给客户一个诚信的产品 我们庆宏机店目前是 台湾最大的龙头 放电加工机产业 那也是全球第五大 那我们也是要求自己 以这样的精神去迎战全球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不能只满足于 当台湾的第一名 我们希望以目前全球 我们拍摄第五大 那我们希望不断努力 透过我们的核心价值 不断的淬炼去往上攀升 有朝一日我们希望 成为整个非传统加工领域的 全球的龙头 这是获奖的产品 是一个母轴加工中间机为主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主要最大的骄傲是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是用国产的自我的一个零件 那包含里面的最关键的控制器 也是我们自己开发设计 那另外一个核心的驱动系统 线码驱动系统 也是我们自己开发跟设计 那整体组合起来呢 就是我们自己公司一个非常大的驕傲 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制率提高到95% 除了自己开发 也大量采用台湾本土的一些企业的零组件 来达成一个真正的台湾产品 我们最大的不同点是在于我们完全地掌握了我们核心的技术 虽然说不可能把机台所有从头到尾都全部自己做 但是我们会掌握最关键的技术 那这些技术就是其他同业很难去取代的 我们在控制器这个部分已经投资了好几千万 费时了大概20年的开发的一个时间 那为的就是能把这个技术从头到尾掌握 那像其他同业可能必须受制于日本或德国 他们买这些控制器必须要进口 而不需要我们可以自己去开发 那用自己开发的好处就是 当现在需要的智能化 别界你可能需要去拜托其他的控制器 去帮你做 那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把客户的需求转达回来 我们就可以自己做出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 包含现在的IoT啊 这些所谓的智能化 都是我们非常可以驾轻就熟的一个部分 这也是我们以前的投资 造成现在一个竞争的优势 过去七年了 我们一切都要参加金瓶奖 为的就是不断要求自己去创新 因为金瓶奖要求的是 不可能用同样的产品去参赛 所以我们也要求每一年 都要有新的东西出来 让我们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是一个良性的压力 是一个有竞争的压力 可以让我们成长的压力 所以在过去七年 我们每一次都参加不同的产品 那也都得到一些肯定 那我们也希望继续按照这个节奏 不断地每一年去制成不同的新的产品 那主要这些产品的由来都是要去 我们觉得关键在于聆听客户的需求 你掌握了客户的需求 依客户的需求去开发 基本上你就可以到达市场的竞争力 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那你这个竞争力达到了 自然客户就会下单 这也是我们希望 透过金瓶奖去结合的一个精神 来发扬我们的产品 以我们这一次参赛的HM403.L来说 我们这个机台已经开发到第五代 也就是说其实在过去这几代 有些不好的部分 有些客户的反应 我们都把它只去思考 去排除它的一些困难 所以研发到现在已经第五代 包含我们刚才谈的一个 我们很关键的技术 线性马达 也已经开发到第三代了 那中间过程都是很多客户的回馈 包含甚至有我们自己员工自己的回馈 所以透过这样的改善 不断的改善 所以我们机台做到第五代 线性马达到第三代了 那这些都是我们不断驱动 自己要创新的一个动力 就是不能满足现在 好绝对是永无直径的好 改善永无直径 那也没有说一百分 就是不断地要求自己好还要更好 我们还是坚持 用台湾的企业打造台湾产品 这是我们一直最要求的 包含我们所有员工也都是台湾人 我们没有外劳 这是我们一直很希望能真实呈现一个台湾的精神 所以在行销上我们还是以配合金瓶奖 我们去行销全世界 用自我品牌去行销全世界 那过程当然就很多困难 比如说对我们公司的不了解什么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金瓶奖 让很多代理商 让很多客户 可以更了解我们的产品 因为有金瓶奖的加持 他们对我们的产品会更具有信心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台湾的一个荣耀 台湾之光 所以他们在下单我们的产品 采购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自然会增加更多的信心感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相辅相成 来把整个台湾产品行销全世界 savings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